再来关心Keeper热搜大头条 进口车的市占率 从今年8月份开始 已经正式的超越国产车了 而且已经连续三个月 那为了抢救本土汽车业 经济部打算要争取 包含引擎在内 一共有9项关键零组件的进口关税 希望可以从现行的17% 调降到10%甚至是0% 那如果立委有提案修法的话 是有机会立拼立法院 在本会期完成修法的 再来关心的是父母的荷包 终于可以缩紧一点了 蔡英文加码托育补助 宣布每个月6000块的托育补助 会延续到3岁 让2岁到3岁还没有进入幼儿园 就读的幼儿托育没有空窗期 至于中国官媒则是发布了 四中全会的决定全文 内容就有提到 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反对台独 要加强对港澳的爱国教育 甚至要防范外部势力来干预港澳 而涉嫌吸金超过7亿的 台湾民政府秘书长林志生 被起诉之后交保后船 他必须定期到派出所去报到 可是前几天 他不小心跌倒了 导致炉内出血口吐白沫 那送医之后情况不断恶化 在6号晚间病逝 韩国瑜则是被周刊踢爆 说他前几年无业期间 买了7200万豪宅 形象 这个庶民的形象是直接破功的 韩国瑜有在脸书上说 怎么会侵害我个人资料呢 周刊也回应了 说总统候选人的财产状况 本来就是可受公平之事 而且这也是媒体监督的责任 但是呢本日精选看到的是 被开除党籍的草协联盟发起人李正浩 他现在则是呼吁韩国瑜 赶快准备好你豪宅的资料来做工房吧 因为呢他看到了民进党的棋手势 说接下来呢事情会每天都有新的进展 而且可能还会有更劲爆的事情被踢爆出来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透过新闻来看看 无业期间买房 到底韩国瑜钱从哪来呢 民进党秘书长林非凡就说 应该就是靠维多利亚发大财吧 因为维多利亚一年学费就要17万元左右 光学费就有一年破亿的进展 这个维多利亚的秘密 恐怕就是在靠学费来赚发大财 虽然维多利亚藏发大财秘密 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点名 韩国瑜创办私校 维多利亚靠学费赚大钱 资深媒体人列表曝光 维多利亚学费说是保守估计 小学部注册费要3万9千元 两学期快8万 另外月费算下来 整年要缴7万6千多元 还有服装费书籍费 一年要将近16万元 中学部更贵要17万多 而且这学期学校会计时还发信通知 要求7、8万的月费要一次缴清 云嘉地区其实医生蛮多的 我们觉得真真真奇 他说我只让他的小孩 他们只让小孩 维多利亚就完全练不起了 连医生有时候都会自探不如 高额学费就是学校其中一校收入来源 小学部以15个班 平均每班28人 一年就收了6600多万元 国高中以每个年仅两班保守估算 每班30人 一年收入也超过6千万 加总起来学费年收将近1.3亿元 校园建筑欧峰设计 被说是贵族学校 但宿舍被家长投诉 本来一房4人增加到5个人 一学期25万元 先前消防曾说原本规划 就是能容纳5人 我现在正在开会 真的忙 真的忙 听到问题才说要开会不便回应 不过十几万元的学费 和高额住宿费用 贵族逢办学也受到质疑 三线文曾经人谢书明 台湾报道